我開始這個計劃時,我就是看地圖 究竟香港和大陸的邊界線是由哪裡開始呢 我發現是由屯門百泥一直到羅湖 我便開始慢慢逐一個點點去看 我會好奇究竟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和一個香港我居住的城市 在主權移交了這麼多年之後 究竟他們的關係是怎樣呢 生活在兩邊的人,究竟他們怎樣看對方呢 邊界線最初對我的印象 可能全部是鐵絲網圍住 可能有很多警察去到重落 你會發現邊界線上有很多人在住 他們的環境和我想像之中的邊界線是很不同的 其中有一張照片是在深圳紅樹林公園拍的 我去的時候是假日 有很多深圳的居民帶著小朋友 在望遠鏡頭進去看對面的天水圍 天水圍住得最多的就是一些大陸的新移民 在紅樹林公園看過去的時候 他們在想些甚麼呢 到他們真的住在天水圍一個公屋裏面 他們多時想的東西又是甚麼呢 我覺得那一刻是頗印象深刻的 我覺得中港關係近年多了一些對大家錯誤的觀感 正如我去拍攝這條邊界線的時候 你下來後其實你去看 發現原來是完全兩回事 我會希望這一輯照片可以拍到回歸50周年 到時是怎樣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到時還有沒有邊界線呢 到時大家過關的時候 還需要一張回鄉證 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樣